好了好了 又係今天EJMarkets的時間 3月29日 今天時間來到星期三 29日 道指昨天終於終止八年跌 其實說到美股大漲小回 跌少少 就升了很多 昨晚的道指升了150點 去到20701點 納指都升了34點 前晚已經不用跌了 昨晚再升了34點 收市去到5,875點 至於甚麼好因素帶動呢 其中幾個因素而已 數不太多 因為美國公佈了3月份 消費者信心指數 去到16年以來的高位 另外美國的平均樓價 都升到接近三年以來的新高 樓市又升了 消費信心又升了 加上蘋果股價亦創記錄新高 所以推升到昨晚道指和納指的表現 港股方面 昨天恆指雖然升了 但波幅超窄 skipped悉心 悶悶悶悶悶悅悶 Case 每个高低波幅100点都不够 全日计 收市都升到152点 收复十天线 但成交就超淡静 成交只有700亿左右 缩两成多比起再前日 这是两个星期以来最冷清的一天 明天就会期指结算 今天就不知会怎样走 看看指数的情况 强势股指数最新跌了5.3个百分点 去到53.1% 至于弱势股指数 即是蓝色毒素 去到11.9% 升了1.4个百分点 虽然毒素看到强势股指数 还是回落之中 跌了5个百分点的流上 至于市欢方面 三线市欢之中 只有长线市欢向上 股价高过250天线的长线市欢 是56.7% 升了0.7个百分点 至于中线市欢方面 股价高过50天线的中线市欢 是48.7% 跌了0.1个百分点 这个跌幅比昨天的跌幅 是缩窄了 但仍然在跌 还有都是50%以下 至于三天线高过18天线的 短线市欢是43% 跌了4.1个百分点 我们看看报纸今天有些啟示 我们看到今天习榜斯提到 外围情况 美国刚才我们看到 经济数据好 消费好 楼市好 但未来还有一个隐忧 就是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 到底4月会否再来一次财政懸崖呢 如果大家以往这10年8年有跟开 其实奥巴马政府都几次面对过财政懸崖 现在的关键 习榜斯说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放低身段 向民主党求票 看到特朗普刚刚有一个比较大的setback 看看他今次如何应对这件事 其实美国的债务上限的冻结期 已经在今个月15号结束了 美国政府最快在4月底前 就要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 否则无法透过发债集资 来运组政府 未来一个月 港股和美股下集广市认为 都会受到债务问题困扰 资金靠边站 不少大蓝筹最近都见到的迹象 成交都缩了 不过仍然有资金去尋补 难道不炒吗 于是再炒一些澳门股、博彩股 习港市说 昨天见到银鱼表现非常强势 希望不是只有一两日的货 澳门股事实上真的强 见到大行又看好3月份的博彩收入 汇丰更加将今年贵宾厅的博彩收入增长预测 由14%调升额到增长20% 如果贵宾厅回复一个比较理想的增长 其实就有利澳门股的表现 当然 另外 不过汇丰又要一颗砂糖 一颗炎 那些豪赌股股值不便宜 建议选择性增持银行娱乐 但同时调高了新豪国际的评级 去买入 昨天澳门股的狂升 淡是其八 细头能量还是绿灯之中 RSI方面 银预比较强 已经去到77%的RSI了 至于今天的信息 就要叫大家留意内银股 因为现在是业绩期 认为如果内银股的业绩是对路的话 由于股值仍然相当低 所以大行有可能会重新评估内银股的价值 这篇信息的分析 大家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篇分析 因为从多个角度去估计内银股的业绩 至于今天的业绩 今天的焦点 当然是我的外股 腾讯 是我们今天报纸的头条 为什么呢 就是腾讯进身成为 电动汽车龙头Tesla的第五大股东 持有Tesla5%的股份 又是双马 即是马法腾 以及Tesla的创办人马斯克 入股应该是看好电动车的前景 一向腾讯都想做电动车 之前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联同过富士康 富士康和和谐汽车族 不过后来就没有了一件事 不了了之 现在就更劲了 入股Tesla 有报道就说Tesla 即是 给了5% 即是腾讯 入股Tesla 是被动持股 不会主动 嫁入Tesla的运作 但就算 当它是炒股票 投资一下也好 都有斩获了 现在它的平均买入价 是218美元 涉及大约139亿港元 昨晚Tesla的股价 当然是 应声弹起 升成 看看 昨晚Tesla 曾经升最多是3.6% 高位去过280美元 腾讯刚才提到 入股的平均价 算是218美元 已经账面赚了2.8美元 其实这个平均价 已经反映了 其实不是刚刚才开始买5% 应该是一早已经买下 不过 刚刚到最近才过了披露的界线 所以大家才知道 原来 腾讯已经是Tesla的股东 Tesla 今年以来的累积升幅 已经超过2.6美元 对Tesla来说 当然是 分分钟打入了中国的市场 比上月球好 腾讯方面 对上一次它比较大型的收购 就要数到去年 就是用了86亿美元 收购芬兰的手机游戏公司 Supersell 收购了之后 就令到腾讯 现在全球的手游市场的收入 抛离了对手 上一次上个星期 谈腾讯的业绩的时候 都提到 它有只手游 手游的game 在内地是爆红的 所以就带动到手游的业务收入 之后 大行看完它份业绩之后 都是比较看好手游收入的前景增长 腾讯之前的历史高位 去过229.8美元 大家如果记得 我们之前给腾讯的目标价 是看240美元 既然说到电动车 我们再说比亚迪的业绩 电动车龙头是比亚迪的 1211 受惠于去年全国汽车销售创新高 带动到去年的顺利 按年升了7.9美元 去到50亿人民币 每期息每股是17.8分 今年派了两次息 中期息都有排的 2015年两次都没有派的 所以都算是这样的了 另外旗内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增长接近有七成 是全球销量第一 新能源汽车的市占率 在全球达到1.3% 在内地的市占率大概有2.3% 而比亚迪同时发出了 2017年首季经营业绩的预测 估计首季顺利 在5.5亿至6.5亿之间 即是按年下按年计 减少是2.3至3.5% 原因都是补贴政策的变动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短期 比亚迪都说是会调整的 预期销量和盈利会下跌 但传统汽车业务会保持平稳 股价当然比较落后一些 相对于其他汽车股 新电动车的股份 现在业绩算是对板 要看大家怎样看 它未来首季经营的情况 因为它发展得算是刑警 另外一只是直东风 公布了去年顺利 有133亿人民币 按年升1.5% 末期息每股23分 增加1.5% 期内的收入跌了3% 原因是部分品牌汽车销售收入下跌 期内的汽车销量增长大约1成 市占率有1.1% 说完汽车股 回到金融股 今天会有 昨晚公布了业绩的两只内银股 先看看交行 交行去年的纯利是672亿人民币 按年未增1% 派没期息是0.27元 行长就说资产质素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但很大压力 预期今年的不良贷款仍然会上升 很难说会见顶 他们的淨利息收益率是1.88% 跌了0.34个百分点 手续费和佣金正收入是368亿 增长到半成 不良贷款比率是1.52% 微升0.01个百分点 至于撥避覆盖率只有150% 降低了5个百分点 仅仅是达标 差点不合格 交行计划会将交云国际分成本港主板上市 但就说不是为了囚集资金 交行之后 先看看农行 农行亦公布了业绩 去年赚了1839亿 增长1.9% 每10股派息1.7% 同样增长1.9% 派息比率是三成 没什么惊喜 淨利息收入跌了8.7% 手续费和佣金正收入升了10% 两个不良贷款比率方面 下降了0.02个百分点 撥避覆盖率跌了16% 盈利能力方面淨利息收益率是2.25% 跌了0.41个百分点 两间内银股的派息都差不多 不要说之前预计 希望派多些 至于今天会派业绩的内银股 继续会有 有建行 另外还有144、招商局 和梦牛都会派业绩 另外还有利峰、中车、泰宝等等 都会派业绩 都会比较长期的 说了十几分钟 差不多九点过了 明天就和大家谈下业绩的情况 拜拜